我国落实全面封锁期间 酒精饮料到底能不能够卖 就因为各政府部门发出的指令不同 现在不只是人民乱 商家乱 就连执法单位自己也很乱 吉隆坡15杯警局主任早前告诉自由今日大马 根据国安会发出的SOP 所有售卖酒精饮料的商店都必须关闭 不能够营业 相信也是因为这项规定 结果就发生昨天 有吉隆坡警方下令 售卖酒精饮料的商店必须关闭 或者是要下架酒精饮料 让人民跟商家非常的错愕 针对这件事 网络媒体的Vives在一篇报道当中就提到 国防部长伊斯麦·沙比里 跟全国总经长阿克里·沙尼都感到很震惊 沙比里说他是已经宣布过了 售卖酒精饮料的商店可以继续营业 而阿克里·沙尼也说 他并不知道吉隆坡警方下令超市 停止售卖酒精饮料这件事 还要记者去跟吉隆坡总经长确认一下 在沙比里跟阿克里·沙尼看来 售卖酒精饮料的商店跟超市 不只可以继续营业 也可以继续卖酒 不过很快的 有关卖酒的禁令 今天又有变卦了 贸校部副部长罗索瓦西向The Vives证实 在我国全面封锁期间 不只是专门售卖酒精饮料的专卖店 不可以开门做生意 就连所有有售卖酒精饮料的商店 都必须把酒精饮品给下架 因为国安会是已经把酒类 列为非必需品 所以不能卖 那好吧 既然酒精饮料不能卖 那同样是非必需品的香烟 可不可以卖呢 副部长表示 香烟可以继续卖 不用下架 罗索瓦西解释 因为对烟饮者来说 香烟就是必需品 所以为了满足烟饮者的需求 贸校部才会做出这项决定 让商家继续售卖香烟 以上就是贸校部副部长的回应 不过根据刚刚最新的消息是 吉隆坡市政局发文告表示 便利商店与超市允许售卖酒精饮料 只有酒精专卖店不允许营业